高考填报志愿时 我劝弟弟服从调剂 他却怪我 害他读了垃圾专业 父母也恨我 你毁了你弟 你得养他一辈子 后来 我从专科考研进了清大 开学那天 却被弟弟推进鱼塘溺死 而我的父母 安静把鱼塘填平 逢人就说我何也难跑了 再睁开眼 我重新回到志愿填报的最后一天 我就要读计算机 别对我报别的 礼貌歪在沙发上打游戏 用脚踢了踢我的小腿 清晰的疼痛感让我回过神 也让我意识到 我重生了 在死去的第十年 回到了一切噩梦的开端 手下压着的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一片 写着我为了帮礼貌报考而做的功课 大到学校排名和分数线 小到宿舍环境 食堂好不好吃 总共一百多所学校 两百多页笔记 我熬了整整一个星期 而他自己 整天除了打游戏 什么都不管 复读三年也才刚过二本线 连好一点的二本都很难上 偏偏还要读分数线 偏高的计算机专业 不肯接受调剂 我跟你说话呢 蒙了 礼貌又踹了我一下 拾花我去给他七洗瓜 他是我们家的要祖 爱丁堡最尊贵的王子 而我是父母给他生的仆人 从小就被警告 只要你弟弟不高兴 你的命都是他的 最后也确实如他们所愿 我在黑暗里沉睡了一年又一年 灵魂飘荡 不得安息 只能眼睁睁看着礼貌逍遥法外 还娶了我最好的闺蜜 大概是上天可怜我 才给了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下风燥热 穿堂而过时 也点燃了我躁动的血液 我转头进厨房拿起刀 想一刀刺激礼貌的心脏 但是死得这么容易 这太便宜他了 连我的十万分之一痛苦都体会得到 于是我又放下蠢蠢欲动的菜刀 把西瓜端到礼貌面前 合上笔记本 对他说 志愿你自己填 我不会帮你弄了 他手指动作没停 完全不把我说的话当回事 发什么神经 别忘了我爸妈是怎么交代你 我的志愿要是填不好 你下了学习学费都会想拿 可笑的是 我上大学三年 父母根本就没给过我一分钱 这次说要给学费 只是我尽心尽力 帮李茂填志愿后的奖励 前世我傻兮兮没要钱 还主动凑了点钱 给李茂买苹果手机 想着毕竟是血浓泳水的一家人 只要献上真心 总能得到回应 可惜最后 他们只是冷淡道 那是你应该为弟弟做的 后来我考上青岛研究生 他们也不会我高兴 只是抱怨着 我没能力挣钱 不能给弟弟的人生提供支持 最后得知我溺亡 也没人掉一滴眼泪 甚至心疼买我的沙土太贵 骂我死了 还设配钱货 所以这次 Defeat游戏失败 提示响起 李茂操控的英雄 倒在敌人间下 我冷笑 在他的咒骂声中转身回房 这次我志愿不填 钱也不要 只要他们死 回到卧室 我立刻收拾行李 还订了明天一早回学校的车票 李茂打游戏到傍晚 直到距离志愿填到截止 只剩一个小时 爸妈把牌回来了 敲门问我弟弟的志愿填好了没 我不理会 专心在上百个兼职信息群里 找着各种招聘信息 这些年 我摆过地摊 送过外卖 也发过传单 捡过废品 用自己挣来的钱 把自己养得很好 只有像李茂那种 犯来张口的废物 才会认为 我会向那笔徐费低头 不一会儿 外面安静了一下 紧接着便想起李茂的怒骂 大概是登陆网站 看到一片空白 终于意识到我 刚刚跟他说的都是真的 李青梦 你他妈搞我 卧室门被他捶得哐哐响 说是卧室 其实就是用几块铁板 在阳台上 隔出来的空间 原本是当储物试用 夏天热冬天冷 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 唯一的良席 是我回家后 自己从垃圾站拖回来的 妈妈说 我迟早嫁出去 不需要有自己的房间 只有负责传宗接待的礼帽 才有资格睡在家里 唯一的空调房 和那张一米八的席梦司上 不过 铁房子也有铁房子的好处 比如现在 他们就怎么都 踢不开我的房门 李猫在外面集成疯狗 最后狗急跳墙 开始往我们下面放木柴 他威胁我 你要是再不出来 帮我填志愿 就永远别出来了 而我的父母 没有任何一个拦着 还跟他打着配合 爸爸说 小畜生 快出来 你弟弟要是没书读 你也别想读了 妈妈说 小梦啊 这馋火烧起来 不熏死人的 只要你出来 好好给弟弟传完志愿 我们就不追究你的任性 从小到大 我就一直被这些 类似的话捆绑着 牺牲自己 给李猫铺路 小学时 他一句 想和我一起读书 就让我晚了 同名人三年入学 我们一直同班到高中 他的衣服我洗 作业我做 同学们都笑话我 说我是少爷的陪多保姆 高考后 我考上一所211 李猫落榜在家里闹 不许我离开省内 父母就逼我抱了室内 一所大专 每周还要回家 给复读的他补课 甚至我死后 爸妈唯一一次 给我烧纸钱 也是求我 不要恨李猫 妈妈说 你是姐姐 多包容一些弟弟 就算死了 也要保佑他平安健康 长命百岁 我都不知道 是他高估了我们的亲情 还是我低估了 他不要脸的程度 我绝不可能放过一个 害死我的杀人犯 也不会再把两个帮凶的话 当做圣职 此时距离填报志愿截止 只剩30分钟 我提醒 与其在这儿和我啰嗦 不如赶紧填志愿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不是好心 是因为我知道 就算李猫今天 把45个平行志愿填满 都不会被任何学校录取 他向来好高路远 以为他的400多分 就能读清北 但其实 我分析了他能报考的学校 近10年的录取分数线 几乎所有学校 今年分数线都会涨 以他的分数 如果不接受调剂 只愿意读计算机的话 绝对会滑荡 我很期待这一刻 很快 李猫就被爸妈劝走填志愿 但他根本不懂怎么报考 只能把之前 我在参考书上 划过线的全报了 对于专业 他还是坚持只选计算机 并且不接受调剂 爸妈都劝他多报几个 他不耐烦地直接点了确认 你们俩没读过书的文盲懂什么 以我的分数 绝对稳读计算机 甚至还开始畅想 毕业之后进大厂做程序员 年薪百万 到时候 我就让爸妈住进大别墅享福 至于李清梦 我会让你对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他的声音又在我的房间门口清晰起来 音测测的 这次 我清晰闻到了柴火焚烧的味道 慢慢有烟雾透过门缝 渗进我的房间 已经安排好宝贝尔 在年生大事的爸妈也不着急了 张罗哲去厨房 炖他喜欢吃的排骨 临走前 还要李茂小心点 不要烧到自己 也不要把我玩死 毕竟 他未来买房取老婆的钱 还要靠我的彩礼 李茂嘴上答应 却又点燃了一根柴火 房间里没有窗户 烟雾越来越大 我躲在最角落 他在地上用毛巾捂住口鼻 举着的手机 却一直对着房门口 把李茂对我的威胁和侮辱 全部记录了下来 到最后 实在撑不住了 采波通闺蜜陈怡的电话 想让他来救我 他就住在我家隔壁 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 在家带小他十岁的弟弟 我们一起长大 同病相连 挨打了就会往对方家里躲 是彼此在这个世界 唯一信任的人 电话嘟嘟两声 很快就被接听 喂 对方声音温柔 却有气无力 低沉的快要听不清 仿佛受尽生活的 搓磨沧桑 不像我认识的 那个阳光活泼的女孩 我略带迟疑的叫她 陈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声音突然拔高 小梦 是你吗 小梦 这些年你去哪了 我怎么都找不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这下话我愣住 明明我和他 昨天还见过面 哪有很多年 他在听同另一边 已经气不成声 问我在哪里 要去找我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张嘴想和他说话 却被烟雾呛得一直咳嗽 我跑到门口 想把门打开 和陈怡好好说几句话 却发现 李帽从那里把门锁上了 任凭我怎么拍门 外面都没声音 房间里越来越热 烟雾也越来越大 我像是被关在蒸笼里 身体不受控制的发卵 倒在地上 耳畔只有陈怡的呼喊 小梦 小梦 意识模糊之际 我仿佛看到 前世我死后 陈怡嫁进我家的场景 其实 他一点也不喜欢礼貌 嫁给他 只是为了查清楚我的去向 在别人都骂我不检点的时候 他是唯一一个 不相信我会和野男人私奔的人 每次听见 我妈造黄瑶 都会反驳 小梦的梦想 是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绝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就辍学 可惜没人在乎真相 他最后收获的 也只是礼貌的一顿毒打 然后一个人跑进门前的桃树林 捂着嘴偷偷哭 他对着桃树发誓 一定要找到我 让那些侮辱我的人道歉 可他不知道 我的尸体就埋藏在他的脚下 那片桃树林 是在鱼塘被填上后 把妈刻意移栽来的 我的灵魂就在他身边 手指颤抖地扶过他脸上的肿胀 哭着求他不要再找了 为了我嫁给一个人渣 浪费自己的人生一点也不值得 我歇斯底里 用尽所有力气大喊 陈怡 走 去过你自己的人生 可他就是听得见 就是不肯走 我紧紧咬着牙关 想拿起手机回应陈怡 却怎么都动不了 意识一点点像更黑暗处沉沦 直到房间的铁门 猛地从外面被踹开 一个人影穿越熊熊烈火奔向我 小梦 我来救你了 是这个世界的陈怡 他背起我 跑到房间外面 李茂早就已经不在了 我们躲开 我的父母 回到他家 他说 在家看到我住的房间上面冒烟 意识到不对劲 才赶过去的 我把来龙去脉告诉他 他气得只拍桌子 李茂太不是个东西了 我们报警吧 陈怡不像我 老是唯唯落落 他像蒲草 总是富有顽强的生命力 面对欺辱和不攻时 也要为自己争一争 可惜最后 总是换来更多的伤痕 明明学习成绩很好 还是争夺到一个读书的机会 明明能干聪明 嫁到李家 还是吃了很多苦头 后来 他就逐渐变得沉过寡言 死气沉沉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 这么有活力的陈怡了 忍住着眼眶一热 抓住他的手安抚 没事 他的所作所为 我都拍下来了 但现在还不是报警的时候 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小麦色的脸上不满担心 双手粗粒干燥 有长期干加物留下的后剪 并不是很舒服 却给我传递着源源不断的力量 我吸了吸鼻子 向他保证道 陈怡 你再等等我 等我在外面扎下根 一定回来带你离开 当晚 我就在陈怡家睡了一晚 半夜听到隔壁一阵鸡飞狗跳 原来是出去上网的礼貌回来 才想起我还被关着 却发现我早就不见了 爸妈也稀里糊涂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过嘈杂声仅仅持续了十分钟 就再次安静下来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也没有人出去找我 我擦拭掉眼角的泪 一夜没有睡着 第二天一早 就溜回家拿了行李 坐大巴回到学校 期间 妈妈像是终于想起我这好人 主动给我打了两个电话 我都没接 后面就再也没打过 只发了一条消息来 你有本事就死在外面 这辈子不要回来 还配上了我房间的图片 里面一片狼藉 床没了 我的书和衣服 也跟垃圾一样扔在地上 他轻而易举 就剥夺了我最后一个避风港 不过没关系 我注定要让他失望的 我一定会回去 回去给他们送葬 收起手机 我对面前喝咖啡的女人说 姑姑 如果李茂来找您资助的话 可不可以不要拒绝 谁让你来的 就回去告诉她 我不会资助李家任何男人 她穿着高奢职业套装 神色淡然 顿了下又说 如果是你的话 我倒是能考虑一下 我的这个远房姑姑 很早就和李家断绝了关系 现在自己开了家公司 身价千万 前世 李茂考上大学后 也来找他资助 被拒绝了 后来我考上清大 他又主动给了我十万 要包揽我读研期间的一切花销 正是因为这件事 李茂嫉妒我 就把我推进了鱼堂 最后那十万块钱 也落到他手里 不出一个月就挥霍一空 这次 我要他十倍偿还 我拒绝了姑姑的好意 换了说法 您看这样行吗 资助李茂的钱 就当我见您的 一年之后 我就如数归还 姑姑盯得我沉过两酒 最终还是答应了 在我要离开时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我婉拒了 挤上晚高峰的公交 去往监制的饭店 顺路就塞了两个馒头当晚饭 大专一年学费三万 我需要一天打三份工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挣够学费 然后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 去完成那个 还没有实现的梦想 为此 我一课也不能停歇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李茂的录取结果出来了 不出意外 他滑荡了 填报的学校 一个都没录取上 妈妈多打一百多个电话 手机都被他打没电了 等下班回家冲上电 就看到他发的八十多条语音 全是罪恶读的众马 李青梦 你个天杀的东西 不怪你 你弟弟没学上了 你高兴了 你不得好死 当初生下来 我就应该把你掐死 省得你现在祸害你弟弟 李茂一条条 自动播放到最后一条 我麻木的听完 退出后 看到李茂以后发了信息 他态度一百八十多转变 姐 怎么办 我不想没输读 我也不想复读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对你恶作剧 你快告诉我要怎么办 这一刻 我唱快急了 又有些可悲 小时候 妈妈骂我时 她会挡在我前面说 不许欺负姐姐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就学起了爸妈的样子 一边伤害我 一边又毫不愧疚地利用我 因为她知道我会心软 会无条件地包容她 我心里冷笑 咽下嘴里的馒头 让她等补录 就抱我这个学校 这次 我依旧没劝她服从调剂 她自己却妥协了 不过 因为分数相对较高 最后还是被计算机专业录取了 我很欣慰 人骗过来了 就好杀了 姑姑的资助也在开学前 打到了礼貌的卡上 她拒绝了爸妈 带为保管的提议 揣着一笔巨款来到学校 身上从头到脚都是潮牌 头发也染成了绿色 喊给自己买了一辆拉风的摩托 看上去就像是家里有矿的富二代 没有一点穷酸气 而我一身地摊货 和她站在一起 更像上一颗保姆了 她向来要面子 满脸嫌悟的 让我别说是她姐姐 我从善如流 送她到宿舍后 还割肉给她的室友 每个人点了份超贵下午茶 这是我们少爷请大家的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大家看她的眼神更好奇 还带点敬畏 礼貌很受用 我功成身退 完全没理会 妈妈要我监督弟弟 少花点钱的消息 因为我就是要让礼貌 赶紧摆钱花光 到时候 她为了面子 只能想办法弄钱 戒 头 墙 都有可能 毕竟她前世 就是这样被学校开除的 她骗所有人说 是因为专业垃圾 读不下去想退学 把错怪在我身上 甚至我自己 也为此自责过很久 直到去世后才得知 她是因为在学校装服二代 偷是有手机平板 出去卖被发现 才被学校开除的 不过 钱是她手里钱不多 还知道收敛 这次她有了姑姑的资助 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如愿读了计算机 也并没有认真读书 成天骑着她的摩托 载着不同的漂亮女孩 在学校横冲直撞 今天给这个送花 明天给那个买包 偶尔还要请教她 李少的那帮兄弟 在网吧和KTV包个眼 不到一个月 就被捧成了 学校的风云人物 忙得不可开交 而我就利用这段时间 套在图书馆学习 学校没有一科 我学的护理 考研的难度是plus级 所以从被逼着 读这所学校开始 就在做考研的准备 不过这次重新备考 倒是比前世轻松很多 我一翻看书本 那些绘色难懂的专业术语 就像长翅膀一般 飞进我的脑子 因为在那段 当阿飘的漫长岁月 除了陈怡 唯一能慰藉我的 就只有这些 我扛过严冬库鼠 反复背诵 滥熟于新的知识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我收到李猫的信息 转五千块钱给我 我啃了一口馒头 唯唯一笑 失望时间到了 我没有理会李猫的消息 隔天 就被他堵在了 去图书馆的路上 他怒气冲冲 质问我 为什么不给他转钱 你知道 我昨天在酒吧 当那几十号人的面孵不起 一瓶XO的钱 有多尴尬吗 我故意露出防备的表情 抓紧单肩包 往后退了两步 对不起小猫 我真的没钱 他看出端倪 伸手抢我的包 我和他拉扯两下 就顺手让他拿过去了 里面放着我刚从银行 取出来的两千块钱 可表面却哭着说 这个不能拿的 这是我帮室友卖电脑的钱 丢了他会以为是我偷的 李猫早被贪婪 蒙蔽双眼 也从不过管我的死活 他把包扔给我 背影从兜里拿出露好音的手机 点击保存 然后找老师请了三天病假 待在宿舍学习 哪都不去 等李猫晚上再打电话来找我要三千 我直接就挂断关机 直到第三天 听到室友在说 李猫偷到被保安抓了 才打开手机 与此同时 辅导员也给我打了电话 要我去一趟保安室 我赶过去 进门就看见被揍成猪头的李猫 他一看见我 就指着我嚷嚷 是他 是他指使我偷的 都是他逼我的 两名警察叔叔同时看向我 又问李猫有没有证据 他瞪着我 似是威胁 谎话张口就来 前几天他给了我两千块钱 等我花完了 才说是偷卖室友电脑的钱 然后又报警威胁我给他偷东西 钱都是他拿了 我一分没有 你们查一下他室友有没有丢电脑就知道了 辅导员在旁边 立刻调出了我另外三个室友的电话 李猫悄悄松了一口气 嘴角浮现得意的笑 可惜等警察电话打完 又消失了 我的室友们明确表示 没有任何人丢电脑 小同志 说谎话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警察叔叔的表情越发严肃 审视的目光让李猫如坐针毡 这不可能啊 他明明说 他支支吾吾半天 没说出个所以然 旁边被他偷东西的是有急了 蹲起拳头又要干他 几个一米八的男生风流而上 连警察叔叔都拦不住 眼看着李猫又要挨揍 门口突然响起尖叫 紧接着 一个矮胖的身影就冲到李猫身边 人群散开 我看见妈妈把李猫固在身后 指着我说 我可以作证 就是他偷的 他从小就爱偷家里的钱 绝不可能说我儿子 随后 爸爸也冲过来 仰起手掌要删我 被警察拦下后 就破口大骂 对人现眼的东西 又带坏弟弟 李猫有人撑腰了 说话也不怂了 躲在妈妈身后 叫嚣着让警察抓我 我姑姑可是大企业家 只要我开口 就能给我十万 我有什么理由 偷那些去电脑去求鞋 只有李青梦这种 天天啃馒头的抠嗦货 才会缺钱吧 大家都被说的愣住 忍不住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 尽管已经对父母 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可面对这样的场景 我还是有些窒息到放恶心 对 我小时候是偷过家里的钱 那会儿我和李猫 一起读三年级 妈妈每天会给他一块钱 当做零花钱 我却什么都没有 这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就偷了五毛钱 买了一根草莓味的棒棒糖 那是我第一次吃棒棒糖 直到晚上对妈妈打得半死 嘴里都甜死死的 后来我还偷过一次 但不是偷钱 是偷穿李猫的新衣服 那年我初二 第一次有了暗恋的男孩 可我的衣服多太就太破了 我在他面前从没抬起过头 后来男孩谈恋爱了 我就把头发剪成男生头 偷偷穿上了李猫的衣服 我想了 我要是男孩该多好呢 妈妈甚至也会给我买穿过完的新衣服 不过长大之后 我就不这么想了 漂亮衣服我能挣钱之后 也可以自己给自己买 女孩很好 不被爱并不是我的性别的错 是他们观念的腐朽 我为自己是一名女性 而感到无上光荣 嘴里的软肉渗透出血腥味 我深吸一口气 在警察再次问李猫要我的犯罪证据时 掏出了手机 他没有 我有 李猫和爸妈都愣了下 神色慌张的要来抢我的手机 姐你别闹了 赶紧承认吧 爸妈还等着你回家呢 这个时候 李猫还不忘之前对我的威胁 他还没意识到 我早他妈不在乎这个所谓的家了 我冷笑一声 直接按下呼唤键 李猫抢我包时说的话 清楚地传进所有人的耳朵 那群男生沉默了两秒 再次涌向李猫 嚷嚷着要赔钱 妈妈哭天枪地 却阻止不了众目 转头把气撒在我身上 我故意在他快要撞到时 闪身躲开 他就自己撞到了我身后的桌角上 痛得直不起腰 爸爸也被人撂倒在地 抱着头缩在角落 一动不敢动 最后李猫好不容易被警察护送上了警车 身上又添了很多心伤 色缩着身体 就像过街老鼠 我也坐上一辆 在学校门口等候多时的奥迪 跟着去警察局坐笔录 车上除了我 还有我专门找姑姑见来的律师 因为李猫偷到财务数量都 金额大 就算还上所有钱 也有可能被起诉 律师可以帮忙打官司 争取不让李猫坐牢 不过我的条件是 要付我一百万 我对坐在我对面 等着见李猫的父母说 你疯了吧 爸爸站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恶毒 把自己的亲弟弟送进牢房就算了 现在还要趁火打劫 惦记你弟弟那点老婆本 我知道 这是他和妈妈一辈子 加上父辈的所有存款 只为让李猫走出农村 住进城里 成为城里人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 都是今年累月从我身上 连同他的至亲姐妹身上 刻扣下来的 是那些走不进的课堂 吃不到的鸡蛋 穿不到的新衣裳 以及被出卖的幸福 所以这些钱 凭什么属于他们 我又掏出手机 点开李猫在家 故意放火烧我的视频给他们看 你说这个视频 要是也交给警方 你们的宝贝儿子还能出来吗 旁边律师打着配合 故意杀人 最高可以判死刑 只听扑通一声 爸爸又一屁股坐回原位 最终 我拿到了一百万 而李猫赔偿了所有同学的损失后 被据有十五天 学校也在开会讨论后 做出了开除李猫的决定 他破了学校有史以来 最快被开除记录 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假冒的富二代 还把他对揍那天的照片 做成表情包 在学校广为流传 我把借姑姑的十万块钱还了回去 再一次拒绝了他的吃饭邀请 只是捏着剩余九十万具款 我要带他逃离原生家庭 去见更广阔的天地 姑姑答应得很爽快 眼眸中带着欣赏和我约定 等你考上研究生 我给你办清公宴 回学校的路上 我被陈怡打了电话 想告诉他 我很快就会去接他 这次电话多了很久 直到要挂断才被接起 他问小孟 是你吗 我愣住 又是那个勇气无力的声音 自从上次联系之后 我后面再尝试打过去 接电话的都是这个世界的陈怡 就在我以为那是我的幻觉时 居然又打通了 只是这次 他的声音更轻了 像是已经病入膏肓 在李家操劳十年 又经常被礼貌家暴 他的身体早就承受不住 我喉咙发酸 强忍着眼泪和他说话 小姨 是我 我很想你 他呼吸薄弱 两久才说 那你就回来看看我 算了 你还是不要回来了 我知道你平安 也就死而无憾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 躲况而出 为什么作恶多端的人 能安稳活着 善良的人 却要受尽折磨 不论前世还是今生 对陈姨说 小姨 去报警吧 挖他门前那片桃树林 下一秒 电话就只剩下一片盲音 嘟嘟嘟 我愣愣站在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怅然若失 恨不得现在就去 把李茂千刀万寡 但尚存的理智告诉我 不能为一个垃圾 毁了自己的人生 距离考研 只剩不到两个月时间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备考 至于李茂 我拿的本来 会属于他的一百万 他肯定不会伤罢甘休 我等着他自己来送人头 半个月之后 李茂从拘留所出来 果然第一时间就给我打了电话 不过我在背书没接到 听说他还来学校 闹着要进来找我 被保安挡在了门外 恰好又被曾经叫他少爷的 那群疙恶欲上 被狠狠羞辱一顿之后 挥溜溜回了家 可惜 家里也不太平 当初他在学校 不仅抢钱偷钱 也没放过借钱 还是网贷 总共借了十万 余期没还 现在要还二十万 那些催债的人找到家里去 爸妈没钱还 他们就把之前的东西全搬走了 李茂去找他们宽限几天 被直接打进了医院 住了整整一个月 之后就缩在家里 哪都没去了 陈一跟我说完这些时 我刚走出考场 很久没打开的微信 全是爸妈和李茂的信息 妈妈求我给他 转十万块钱过年 哭着说 小梦 今年冬天好冷 爸爸妈妈连羽绒服都没得穿 你真的忍心让我们冻死吗 李茂一开始是威胁我还钱 见我没理会 隔了几天 又发了一张满手冻疮的照片 背景是那片我葬身的鱼塘 他说 姐 我记得你最爱吃鱼了 考案是回来 吃我亲手要的好吗 我知道我不配做你弟弟 只要你愿意回来 我一定跪下 给你磕头认错 这些看似温情的字句 深深刺痛着我的眼睛 前世 考研成绩出来之后 我原本是打算 继续打工赚学费的 是李茂用给我过生日的理由 把我骗了回去 他从一开始 就是有预谋的要我死 现在是又想顾忌重施 重回犯罪现场 我吃笑 回复好 又对还没挂电话的陈姨说 小姨 收拾一下 我回家接你 李茂和爸妈 看见我真的回来了 都很兴奋 不过在看到前后 把我包围着的八个保镖后 又停住了迎上来的脚步 姐 你这是干什么 回家怎么还带外人 李茂善笑 我皮笑落不笑 当然是看你们为了钱 想杀我 他笑意凝制了两秒 眼神飘忽不定 姐你这是什么话 我们是一家人 怎么可能伤害你 我在他们僵硬的笑脸中 转头去隔壁找了陈姨 他把陈姨的电话 果然已经无人寄听 妈妈说 昨天半夜听到隔壁大吵了一家 今天陈姨的婚事 就突然敲定了 高考填报志愿时 我劝弟弟服从调剂 他却怪我 害他读了垃圾专业 父母也恨我 你毁了你弟 你得养他一辈子 后来 我曾专科考研进了清大 开学那天 却被弟弟推进鱼堂溺死 而我的父母 安静把鱼堂填平 永远就说我合眼来也好了 再睁开眼 我重新回到志愿填报的最后一天 我就要读计算机 别给我报别的 李茂歪在沙发上打游戏 用脚踢了踢我的小腿 清晰的疼痛感让我回过神 也让我意识到 我重生了 在死去的第十年 回到了一切噩梦的开端 手下压着的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一片 写着我为了帮李茂报考而做的功课 大到学校排名和分数线 小到宿舍环境 食堂好不好吃 总共一百多所学校 两百多页笔记 我熬了整整一个星期 而他自己 整天除了打游戏 什么都不管 复读三年也才刚过二本线 连好一点的二本都很难上 偏偏还要读分数线 偏高的计算机专业 不肯接受调剂 我跟你说话呢 龙了 李茂又踹了我一下 拾荒我去离开七西瓜 他是我们家的要祖 爱丁堡最尊贵的王子 而我是父母给他生的仆人 从小就被警告 只要你弟弟不高兴 你的命都是他的 最后 也确实如他们所愿 我在黑暗里沉睡了一年又一年 灵魂飘荡 不得安息 只能眼睁睁看着李茂逍遥法外 还取了我最好的闺蜜 大概是上天可怜我 才给李子重新来过的机会 下风燥热 穿堂而过时 也点燃了我躁动的血液 我转头进厨房拿起刀 想一刀刺进李茂的心脏 但是死得这么容易 就太便宜他了 连我的十万分之一痛苦都体会不到 于是我又放下蠢蠢欲动的菜刀 把西瓜端到李茂面前 合上笔记本 对他说 志愿你自己填 我不会帮你弄了 他手指动作没停 完全不把我说的话当回事 发成神经 别忘了爸妈是怎么交代你的 我的志愿要是填不好 你下学习的学费都被想拿 可笑的是 我上大学三年 父母根本就没给过我一分钱 这次说要给学费 只是我尽心尽力 帮李茂填志愿后的奖励 前世我傻兮兮没要钱 还主动凑了点钱 给李茂买苹果手机 想着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只要献上真心 总能得到回应 可惜最后 他们只是冷淡道 那是你应该为弟弟做的 后来我考上清大研究生 他们也不为我高兴 只是抱怨着 我没能力挣钱 不能给弟弟的人生提供支持 最后得知我溺亡 也没人掉一滴眼泪 甚至心疼买我的沙土太贵 骂我死了还是赔钱货 所以这次 Defeat游戏失败 皮势响起 礼貌操控的英雄 倒在敌人剑下 我冷笑 在他的重骂声中转身回房 这次 我志愿不填 钱也不要 只要他们死 回到卧室 我立刻收拾行李 开定了明天一早回学校的车票 礼貌打游戏到傍晚 直到距离志愿填到截止 只剩一个小时 爸妈打牌回来了 敲门问我弟弟的志愿填好了没 我不理会 专心在上百个兼职信息群里 找着各种招聘信息 这些年 我摆过地摊 送过外卖 也发过传单 捡过废品 用自己挣来的钱 把自己养得很好 只有像李帽那种 散来张口的废物 才会认为 我会向那笔徐费低头 不一会儿 外面安静了一下 紧接着便想起李帽的怒骂 大概是登陆网站 看到一片空白 终于意识到我 刚刚跟他说的都是真的 李清梦 你他妈搞我 卧室门被他捶得慌慌响 说是卧室 其实就是用几块铁板 在阳台上隔出来的空间 原本是当储物试用 夏天热冬天冷 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 唯一的良席 是我回家后 自己从垃圾站拖回来的 妈妈说 我迟早嫁出去 不需要有自己的房间 只有负责传宗接代的李帽 才有资格睡在家里 唯一的空调房 和那张一米八的席梦丝上 不过 铁房子也有铁房子的好处 比如现在 他们就怎么都 替不开我的房门 李帽在外面急成疯狗 最后狗急跳墙 开始往我们下面放木柴 他威胁我 你要是再不出来 帮我填志愿 就永远别出来了 而我的父母 没有任何一个拦着 小梦啊 这柴火烧起来 会熏死人的 只要你出来 好好给弟弟填完志愿 我们就不追究你的任性 从小到大 我就一直被这些类似的话捆绑着 牺牲自己 给李帽铺路 小学时 他一句 想和我一起读书 就让我晚了同龄人三年入学 我们一直同班到高中 他的衣服我洗 作业我做 同学们都笑话我 说我是少爷的陪读保姆 高考后 我考上一所211 李帽洛绑在家里闹 不许我离开省内 父母就逼我抱了室内 一锁大砖 每周还要回家 给复读的他补课 甚至我死后 爸妈唯一一次对我烧纸钱 也是求我不要恨礼貌 妈妈说 你是姐姐 多包容一些弟弟 就算死了 也要保佑他平安健康 长命百岁 我都不知道 是他高估了我们的亲情 还是我低估了 他不要脸的程度 我绝不可能放过一个 害死我的杀人粉 也不会再把两个帮凶的话 当做圣职 此时距离填高志愿截止 只剩30分钟 我提醒 与其在这和我啰嗦 不如赶紧填志愿 领的时间不多了 不是好心 是因为我知道 就算李茂今天把45个平行志愿填满 都不会被任何学校录取 他向来好高误远 以为他的400多分就能读清北 但其实 我分析了他能报考的学校 继10年的录取分数线 几乎所有学校 今年分数线都会涨 以他的分数 如果不接受调剂 只愿意读计算机的话 绝对会滑倒 我很期待这一刻 很快 李茂就被爸妈劝走填志愿 但他根本不懂怎么报考 只能把之前我在参考书上 罚过线的全报了 对于专业 他还是坚持 只选计算机 并且不接受调剂 爸妈都劝他多报几个 他不办法的直接点了确认 你们俩没读过说了 文王懂什么 以我的分数 绝对很读计算机 甚至还开始畅想 毕业之后进大厂做程序员 年薪百万 当时候 我就让爸妈住进大别墅享福 至于李清梦 我会让你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他的声音又在我的房间门口清晰起来 音测测的 这次 我清晰闻到了柴火焚烧的味道 慢慢有烟雾透过门缝 渗进我的房间 已经安排好宝贝儿子 人生大事的爸妈也不着急了 张罗哲去厨房 炖他喜欢吃的排骨 临走前 还要李茂小心点 不要烧到自己 也不要把我挽死 毕竟 他未来买房取老婆的钱 还要靠我的彩礼 李茂嘴上发应 却又点燃了一根柴火 房间里没有窗户 烟雾越来越大 我躲在最角落 他在地上用毛巾捂住口鼻 举着的手机却一直对着房门口 把礼貌对我的威胁和侮辱 全部记录了下来 到最后实在称不住了 才拨通闺蜜陈怡的电话 想让他来救我 他就住在我家隔壁 高中陪读完就辍学了 在家带小他十岁的弟弟 我们一起长大 同病相连 挨打了最后往对方家里躲 是彼此在这个世界唯一信任的人 电话咕咕两声 很快就被接听 喂 对方声音温柔 却有气无力 低沉得快要听不清 仿佛受尽生活的搓磨沧桑 不像我认识的那个阳光活泼的女孩 我略带迟疑地叫她 陈怡 电话那头沉没了两秒 声音突然拔高 小梦 是你吗小梦 这些年你去哪了 我怎么都找不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这下换我愣住 明明我和他昨天还见过面 哪有很多年 他在听筒另一边已经气不成声 问我在哪里 要去找我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张嘴想和他说话 却被烟雾呛了一只咳嗽 我跑到门口 想把门打开 和陈怡好好说几句话 却发现 李茂从外面把门锁上了 任凭我怎么拍门 外面都没声音 房间里越来越热 烟雾也越来越大 我像是被关在蒸笼里 身体不受控制的发软 倒在地上 耳畔只有陈怡的呼喊 小梦 小梦 一时模糊之际 我仿佛看到前世我死后 陈怡嫁进我家的场景 其实 他一点也不喜欢礼貌 嫁给他 只是为了查清楚我的去向 在别人都骂我不检点的时候 他是唯一一个 不相信我会和野男人死奔的人 每次听见我妈造我黄瑶 都会反驳 小梦的梦想 是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绝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就辍学 可惜没人在乎真相 他最后收获的 也只是礼貌的一顿毒打 然后一个人跑进门前的桃树林 捂着嘴偷偷哭 他对着桃树发誓 一定要找到我 让那些侮辱我的人道歉 可他不知道 我的尸体就埋藏在他的脚下 那片桃树林 是在鱼塘被填上后 把妈刻意移栽来的 我的灵魂就在他身边 手指颤抖地扶过他脸上的肿胀 哭着求他不要再找了 为了我嫁给一个人渣 浪费自己的人生一点也不值得 我心思底里 用尽所有力气大喊 陈怡 走 去过你自己的人生 可他就是听自见 就是不肯走 我紧紧咬着牙关 想拿起手机呼应陈怡 却怎么都动不了 意识一点点像更黑暗处沉沦 直到房间的铁门 猛地从外面被踹开 一个人影穿越熊熊烈火奔向我 小梦 我来救你了 是这个世界的陈怡 他背起我 跑到房间外面 李茂早就已经不在了 我们躲开 我的父母 回到他家 他说 在家看到我住的房间上面冒烟 意识到不对劲 才赶过去的 我把来龙去卖告诉他 他起了直拍桌子 李茂太不是个东西了 我们报警吧 陈怡不像我 老是唯唯诺诺 他像蒲草 总是富有顽强的生命力 面对欺辱和不公实 也要为自己争一争 可惜最后 总是画来更多的伤痕 明明学习成绩很好 还是争不到一个读书的机会 明明能干聪明 嫁到李家 还是吃了很多苦头 后来 他就逐渐变得沉默寡言 死气沉沉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 这么有活力的陈怡了 忍不住眼眶一热 抓住他的手安抚 没事 他的所作所为 我都拍下来了 但现在还不是报警的时候 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陈怡在问 只是回握住我的手 要我注意安全 那你遇到困难 一定要记得来找我 他小麦色的脸上不满担心 双手粗力干燥 有长期干家务留下的后减 并不是很舒服 却给我传递着源源不断的力量 我吸了吸鼻子 向他保证道 陈怡 你再等等我 等我在外面扎下根 一定回来带你离开 当晚 我就在陈怡家睡了一晚 半夜听到隔壁一阵鸡飞狗跳 原来是出去上网的礼貌回来 最想起我还被关着 却发现我早就不见了 爸妈也稀里糊涂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过嘈杂声仅仅持续了十分钟 我就再次安静下来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也没有人出去找我 我擦拭掉眼角的内 一夜没有睡着 第二天一早 就溜回家拿了行李 坐大巴回到学校 期间 妈妈像是终于想起我这好人 主动给我打了两个电话 我都没接 后面就再也没打过 只发了一条消息来 你有本事就死在外面 这辈子不要回来 还配上了我房间的图片 里面一片狼藉 床没了 我的书和衣服 也跟垃圾一样扔在地上 她轻而易举 就剥夺了我最后一个避风港 不过没关系 我注定要让她失望的 我一定会回去 回去给他们送葬 收起手机 我对面前喝咖啡的女人说 姑姑 如果李冒来找您资助的话 可不可以不要拒绝 谁让你来的 就回去告诉她 我不会资助李家任何男人 她穿着高升职业套装 神色淡然 段了下又说 如果是你的话 我倒是能考虑一下 我的这个远房姑姑 很早就和李家断绝了关系 现在自己开的家公司 身价千万 前世 李冒考上大学后 也来找她资助 被拒绝了 后来我考上清大 她又主动给了我十万 要包揽我读研期间的一切花销 正是因为这件事 李冒嫉妒我 就把我推进了鱼塘 最后那十万块钱 也落到她手里 不出一个月就挥霍一空 这次我要她十倍偿还 我拒绝了姑姑的好意 换了说法 您看这样行吧 资助李冒的钱 就当我见影的 一年之后我就如数归还 姑姑盯着我沉过良久 最终还是答应了 在我要离开时 还邀请我去她家吃饭 我挽拒了 几张晚高峰的公交 去往兼职的饭店 顺度就塞了两个馒头当晚饭 大专一年学费三万 我需要一天打三份工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挣够学费 然后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 去完成那个 还没有实现的梦想 为此 我一课也不能停歇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李冒的录取结果出来了 不出意外 她滑荡了 填到的学校 一个都没录取上 妈妈多打了一百多个电话 手机都被她打了电了 等下班回家冲上电 就看到她发的八十多条语音 全是罪恶毒的重码 李清梦 你个天杀的东西 都怪你 你弟弟没学上了 你高兴了 你不得好死 当初生下来 我就应该把你掐死 省得你现在祸害你弟弟 语音一条条 自动播放到最后一条 我麻木的听完 退出后 看到李冒也若发了信息 她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 姐 怎么办 我不想没书读 我也不想复读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对你恶作剧 你快告诉我要怎么办 这一刻 我唱快急了 又有些可悲 小时候 妈妈骂我时 她会挡在我前面说 不许欺负姐姐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就学起了爸妈的样子 一边伤害我 一边又毫不愧疚地利用我 因为她知道我会心软 会无条件地包容她 我心里冷笑 咽下嘴里的馒头 让她等补录 就报我这些学校 这次 我依旧没劝她服从调剂 她自己却妥协了 不过 因为分数相对较高 最后还是被计算机专业录取了 我很欣慰 人骗过来了 就好杀了 姑姑的资助 也在开学前 打到了礼貌的塔上 她拒绝了爸爸带为保管的提议 揣着一笔巨款来到学校 身上从头到脚都是潮牌 头发也染成了绿色 还给自己买一辆拉风的摩托 看上去就像是家里有矿的富二代 没有一点穷酸气 而我一身地摊货 和她站在一起 更像少爷和保姆了 她向来要面子 满脸嫌恶的 让我别说是她姐姐 我从善如流 送她到宿舍后 还割肉给她的室友美人 点了份超贵下午茶 这是我们少爷请大家的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大家看她的眼神更好奇 还带点敬畏 礼貌很受用 我功成身退 完全没理会 妈妈要我监督弟弟 少花点钱的消息 因为 我就是要让礼貌赶紧把钱花光 到时候 她为了面子 只能想办法弄钱 借 头 墙 都有可能 毕竟她前世 就是这样被学校开除的 她骗所有人说 是因为专业垃圾 读不下去想退学 把错怪在我身上 甚至我自己 也为此自责过很久 直到去世后才得知 她是因为在学校装富二代 偷吃有手机平板 出去卖被发现 才被学校开除的 不过 前世她手里钱不多 还知道收敛 这次她有了姑姑的资助 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如愿读了计算机 也并没有认真读书 成天骑着她的摩托 载着不同的漂亮女孩 在学校横冲直撞 今天给这个送花 明天给那个买包 偶尔还要请教她 李少的那帮兄弟 在网吧和KTV包个夜 不到一个月 就被捧成了 学校的风云人物 忙得不可开交 而我就利用这段时间 套在图书馆学习 学校没有一科 我学的护理 考研的难度是plus级 所以从被逼着 读这所学校开始 就在做考研的准备 不过这次重新备考 倒是比前世轻松很多 我一翻开书本 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 就像长翅膀一般 飞进我的脑子 因为在那段 当阿飘的漫长岁月 除了陈怡 唯一能未接我的 就只有这些 我扛过严冬库鼠 反复背诵 难受于新的知识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我收到礼貌的信息 转5000块钱给我 我啃了一口馒头 微微一笑 收网时间到了 我没有理会礼貌的消息 隔天 就被她堵在了 去图书馆的路上 她怒气冲冲 质问我 为什么不给她赚钱 你知道 我昨天在酒吧 当那几十号人的面孵 不及一瓶XO的钱 有多担大吗 我故意露出防备的表情 抓紧单肩包 往后退了两步 对不起小茂 我真的没钱 她看出端倪 伸手抢我的包 我和她拉扯两下 就顺手让她拿过去了 里面放着我刚从银行 取出来的2000块钱 可表面就哭着说 这个不能拿的 这是我方式有卖电脑的钱 丢了她会以为是我偷的 李茂早被贪婪蒙蔽双眼 也从不会管我的死活 她把包扔给我 钱全部装进口袋 临走前还对我发出所谓的警告 敢告诉别人钱是我拿的 我就让爸爸把你赶出家门 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从兜里拿出录好音的手机 点击保存 然后找老师请了三天病假 待在宿舍学习 哪都不去 等李茂晚上再打电话来找我要3000 我直接就挂盅关机 直到第三天 听到室友在说 李茂偷到被保安抓了 才打开手机 进门就看见被揍成猪头的李茂 她一看见我就指着我嚷嚷 是她 是她指使我偷的 都是她逼我的 两名警察叔叔同时看向我 又问李茂有没有证据 她瞪着我 似是威胁 谎话张口就来 前几天她给了我2000块钱 等我花完了 才说是偷卖室友电脑的钱 然后又报警威胁我给她偷东西 钱都是她拿了 我一分没有 你们查一下她室友有没有丢电脑就知道了 辅导员在旁边 立刻调出了我另外三个室友的电话 李茂悄悄松了一口气 嘴角浮现得意的笑 可惜等警察电话打完又消失了 我的室友们明确表示 没有任何人丢电脑 小同志 说谎话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警察叔叔的表情越发严肃 审视的目光让李茂如坐针毡 这不可能啊 他明明说 他支支吾吾半天 没说出了所以然 旁边被他偷东西的是有急了 抡起拳头又要干他 几个一米八的男生风拥而上 连警察叔叔都拦不住 眼看着李茂又要挨揍 门口突然响起尖叫 紧接着 一个矮胖的身影就冲到李茂身边 人群散开 我看见妈妈把李茂护在身后 指着我说 我可以作证 就是他偷的 他从小就爱偷家里的钱 绝不可能是我儿子 随后 爸爸也冲过来 仰起手掌要删我 被警察拦下后 就破口大骂 对人泄眼的东西 又带坏弟弟 李茂有人撑腰了 说话也不怂了 躲在妈妈身后 叫嚣着让警察抓我 我姑姑可是大企业家 只要我开口 就能给我十万 我有什么理由 偷那些去电脑去求鞋 只有李青梦这种 天天肯馒头的抠搜货 才会缺钱吧 大家都会说的愣住 忍不住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 尽管已经对父母 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可面对这样的场景 我还是有些窒息到犯恶心 对 我小时候是偷过家里的钱 那会儿我和李茂一起 读三年级 妈妈每天会给他一块钱 当做零花钱 我却什么都没有 这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就偷了五毛钱 买了一根草莓味的棒棒糖 那是我第一次吃棒棒糖 直到晚上被妈妈打了半死 嘴里都甜死死的 后来我还偷过一次 但不是偷钱 是偷穿李茂的新衣服 那年我初二 第一次有了暗恋的男孩 可我的衣服都太就太破了 我在他面前从没抬起过头 后来男孩谈恋爱了 我就把头发剪成男生头 偷偷穿上了李茂的衣服 我想啊 我要是男孩该多好呢 妈妈是不是也会夺 买穿不完的新衣服 不过长大之后 我就不这么想了 漂亮衣服我能挣钱之后 也可以自己给自己买 女孩很好 不被爱并不是我的性别的错 是他们观念的腐朽 我为自己是一名女性 而感到无上光荣 嘴里的软肉渗透出血腥味 我深吸一口气 在警察再次问李茂要 我的犯罪证据时 掏出了手机 他们也有 我有 李茂和爸妈都弄了下 神色慌张的要来抢我的手机 姐你别闹了 赶紧承认吧 爸妈还等着你回家呢 这个时候 李茂还不忘之前对我的威胁 她还没意识到 我早他妈不在乎这个所谓的家了 我冷笑一声 直接按下播放键 李茂抢我包时说的话 清楚地传进所有人的耳朵 那群男生沉默了两秒 再次涌向李茂 嚷嚷着要赔钱 妈妈哭天枪地 却阻止不了众目 转头把气撒在我身上 我故意在她快要撞到时 闪身躲开 她就自己撞到了我身后的桌角上 痛得直不起腰 爸爸也被人要倒在地 抱着头缩在角落 一动不敢动 最后李茂好不容易被警察护送上了警车 身上又添了很多心伤 色缩着身体 就像破街老鼠 我也坐上一辆 在学校门口等候多时的奥迪 跟着去警察局做笔录 车上除了我 还有我专门找姑姑借来的律师 因为李茂偷到财务数量多 金额大 就算还上所有钱 也有可能被起诉 律师可以帮忙打官司 争取不让李茂坐牢 不过我的条件是 要付我一百万 我队坐在我对面 等着见李茂的父母说 你疯了吧 爸爸站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恶毒 把自己的亲弟弟 送进牢房就算了 现在还要趁火打劫 垫进你弟弟那点老婆本 我知道 这是他和妈妈一辈子 加上父辈的所有存款 只为让李茂走出农村 住进城里 成为城里人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 都是今年累月从我身上 连同他的至亲姐妹身上 刻扣下来的 是那些走不进的课堂 吃不到的鸡蛋 穿不到的新衣裳 以及被出卖的幸福 所以这些钱 凭什么属于他们 我又掏出手机 点开李茂在家 故意放火烧我的视频给他们看 律师打着配合 故意杀人 最高可以判死刑 只听扑通一声 爸爸又一屁股坐回原位 最终 我拿到了一百万 而李茂赔偿了所有同学的损失后 被拘留十五天 学校也在开会讨论后 做出了开除李茂的决定 他破了学校有史以来 最快被开除记录 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假冒的富二代 还把他配奏那天的照片 做成表情包 在学校广为流传 我把借姑姑的十万块钱还了回去 再一次拒绝了他的吃饭邀请 只是捏着剩余九十万巨款 请求他等我考完研后 借几个保镖陪我回家一趟 我现在已经有能力 把陈一接到身边了 我要带他逃离原生家庭 去见更广阔的天地 姑姑答应得很爽快 眼眸中带着欣赏和我约定 等你考上研究生 我给你办庆功宴 回学校的路上 我给陈一打个电话 想告诉他 我很快就会去接他 这次电话多了很久 直到要挂断才被接起 他问 小梦 是你吗 我愣住 又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声音 自从上次联系之后 我后面再尝试打过去 接电话的都是这个世界的陈一 就在我以为 那是我的幻觉时 居然又打通了 只是这次 他的声音更轻了 像是已经病入膏肓 在李家操劳十年 又经常被李冒家暴 他的身体早就承受不住 我喉咙发酸 强忍的眼泪和他说话 小姨 是我 我很想你 他呼吸薄弱 良久才说 那你就回来看看我 算了 你还是不要回来了 我知道你平安 也就死而无憾了 善良的人 却要受尽折磨 不论前世还是今生 不配活着的 都是李冒 和我那对恶心的父母 电话里响起杂音 我在信号中断前 对陈一说 小姨 去报警吧 挖开门前 那片桃树林 下一秒 电话就只剩下一片盲音 嘟嘟嘟 我愣愣站在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怅然落尸 恨不得现在就去 把李冒千刀万把 但尚存的理智告诉我 不能为一个垃圾 毁了自己的人生 距离考研 只剩不到两个月时间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备考 至于李冒 我拿了本来 会属于他的一百万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等着他自己来送人头 半个月之后 李冒从拘留所出来 果然第一时间 就给我打了电话 不过我在对书里接到 听说他还来学校 闹着要进来找我 被保安挡在了门外 恰好又被曾经 叫他少爷的那群哥们遇上 被狠狠羞辱一顿之后 挥溜溜回了家 可惜 家里也不太平 当初他在学校 不仅抢钱偷钱 也没放过借钱 还是网贷 总共借了十万 余期没还 现在要还二十万 那些催债的人找到家里去 爸妈没钱还 他们就把之前的东西 全搬走了 李冒去找他们宽限几天 被直接打进了医院 住了整整一个月 之后就缩在家里 哪都没去了 陈一跟我说完这些时 我刚走出考场 很久没打开的微信 全是爸妈和李冒的信息 妈妈求我给他 转十万块钱过年 哭着说 小梦 今年冬天好冷 爸爸妈妈连羽绒服都没得穿 你真的忍心让我们冻死吗 李冒一开始是威胁我还钱 见我没理会 隔了几天 又发了一张满手冻疮的照片 背景是那片我葬身的鱼塘 他说 姐 我记得你最爱吃鱼了 考完是回来 吃我亲手掉了好吗 我知道我不配做你弟弟 只要你愿意回来 我一定跪下 给你磕头认错 这些看似温情的字句 深深刺痛着我的眼睛 前世 考研成绩出来之后 我原本是打算继续打工赚学费的 是李冒用给我过生日的理由 把我骗了回去 他从一开始 就是有预谋的要我死 现在是又想顾忌重施 重回犯罪现场 我知笑 回复好 又对还没挂电话的陈姨说 小姨 收拾一下 我回家接你 李冒和爸妈 看见我真的回来了 都很兴奋 不过在看到前后 把我包围着的八个保镖后 又停住了迎上来的脚步 姐 你这是干什么 回家怎么还带外人 李冒善笑 我皮笑落不笑 当然是怕你们为了钱想杀了我 他相依明智了两秒 眼神飘忽不定 姐你这是什么话 我们是一家人 怎么可能伤害你 我在他们僵硬的笑脸中 转头去隔壁找了陈姨 结果他妈妈拦在门口不让我进 说是陈姨明天就要结婚了 不能见外人 我再去打陈姨的电话 果然已经无人寄听 妈妈说 昨天半夜听到隔壁大吵临家 今天陈姨的婚事就突然敲定了